老师同学们好 我叫何以萨 大名小名叫牛牛 男生 三岁半 不喜欢搭火车 拿来啊 我还会玩这个 你说啊 我还会玩这个 神奇校车 神奇校车 好了 好 别关了 行了 说 吉地特快 许多年前的一个平安夜 我静静的躺在床上 我不能被子 发出一丝声响 连呼吸 眼又慢又轻 我正等待一个声音 顺带老人的铃声 屋外 穿着蒸汽机的丝丝声 和金属摩擦的枝嘎声 心外望去 看到一辆火车 正稳稳的 停在我家门口 火车被一大团蒸汽 包裹着 列车长站在车门口 他从马甲里 偷出一只的怀表 然后抬头 看着我的窗子 我平时睡跑 出了家门 上车了 列车长大声喊着 我踩他跑去 嗨 你又上来吗 去哪儿 我问 还要问 当然是去北极啦 这是吉地特快 村外 远处的城镇 和春阳长将 行行点点灯光 吉地特快 正朝着北方 飞速行驶 很快就看不见 一点灯光了 我们在寒冷 黑暗的北极里穿行 个狼在游荡 白尾兔吓得躲了起来 吉地特快 越过高山 还越到了北极里穿行 那里就是北极 北极是一座大城市 它们过丁丁的 走迷在地球的顶端 城里到时都制造 圣诞玩具的工厂 去初 我们没有看到小矮人 它们都在市中心集合呢 列车长说 它们都在市中心集合呢 列车长说 我把圣诞老人雪交上 零零弄丢了 零零丢了 我的心都碎了 火车开到我家时 我伤心地离开的其他孩子 我让人家门口 跟他们挥手告别 可我听不见 它把手拎在嘴边 大声说 第一份圣诞礼物 吉地特快 零响气敌 快速开走了 我和萨拉一起拆礼物的时候 我以为所有礼物都拆完了 但萨拉突然发现 圣诞树后面还有一个盒子 盒子上写着我的名字 里边都是那个玲玲 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我在雪橇上 发现这个玲玲 别忘了 把口袋上的动作好 说明是圣诞老人 它摇摇零零 它极为美妙的声音 而我虽然已经长大了 耳边响起 会真真真而小 好了小朋友们 听完了这个故事 小伙伴们 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剩的老人吗